金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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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留下來的 以前說很露蕾 有鞋子的叫做滿天星 但那還不到滿天星 是旁邊看一個 鑽子十顆鑽 那就是沒有鞋子的叫做紅燦 紅燦 所以這沒有滿天星 這半天星 所以這是紅燦 不管是露蕾也好 紅燦也好 就是這個說明這個勞力士錶的防水性 就是到水裡面 大概是100米都沒事 沒什麼事情 戴著勞力士錶 既可以游泳也可以爬山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叫做露蕾是紅燦 就是防水的意思 但是露蕾也是鄧點的熱門款 其實有一個小故事 因為其實這算是第二次 因為有一陣子就是我都在比賽 然後就是生活比較不好 我媽就把我爸那個露蕾偷出來 拿去盪 我還記得他盪了8萬塊 他就是 他擺明就是不要了 他後來沒拿回來 他就流盪了 為了支持你 對 然後這一支是 我跟我媽在存錢買回來 我爸都不知道 因為我媽跟我爸說 那個錶不見 對 我爸都不知道 所以這是第二支 這是第二支 等於是他還給爸爸的 其實我簽他們也是有原因的 他爸爸本來看著我 好像看著媽祖婆 對 因為只有我 可以讓他的兒子有機會 對 然後看著我那個握手 雞人的男子 手是這樣的 拜小姐 拜託 謝謝 謝謝 他也不會這樣 拜託 那一支老婆已經不去了 謝謝 然後 我就覺得很誠懇 但是當我幫他們灌唱片的時候 爸爸已經不在 所以他爸爸還是看不到他的成就這樣 而且我跟我爸從小是沒有什麼互動 很少講話 因為男生跟男生 以前的傳統的 對 有什麼心思困難的找媽媽 對 是因為後來有接觸跳舞 就比較有互動 比較有互相 對 這一支媽媽那時候買多少錢 這一支好像16萬 16萬 多久了 2002 2002 我比我 16年了 比完武林大到時候 16年了 說了幾個問題 我家真的有一個笑話 我買這個爐蕾 一個給爸爸 一個給媽媽 爸爸是大顆的 媽媽是小顆的 媽媽就很假的 經常問我們 那顆多少 我這顆多少 我都不敢說 因為他很假的 有一天結果我們要修理表 就去那個表店了 媽媽就跑去問那個老闆 我這顆多少 他那顆多少 然後老闆就在那邊講 我這樣阿伯妳講 不行 他這樣 我媽就一人塞臉這樣 我說 阿龍啊你啦 叫你 我叫你別說 你給他說出來 他現在雞膠去摸摸 他說有什麼人雞膠 他說 他說那個大顆的 就是比較貴 這個小顆的 就比較燙 他說那他就是他的雞膠 他說 你沒有早就跟我說 我就是四千百 就要給他看 這麼大顆 這麼大顆 對啊 老人家會這樣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肉 來 好這隻手錶 是一隻標準的 港殼港帶 港殼不是原裝的 不是原裝的 你怎麼看就看有 不是我們放大鏡一看就知道 第一他的面 也不是原裝的 鑽圈也不是原裝的 鑽帶也不是原裝的 鑽圈也沒有到18天 天啊 大概是14天 我們把那顆就不可能這麼燙 但是機器 他是勞力士 機器 為什麼機器是勞力士 他就是拆一隻白殼的錶 白鋼的 白鋼的 大概一隻 大概一個機器 大概兩三萬 然後呢 他加上他的 K金的這些 這些東西加上才不錯 成本 大概是七八萬 賣個十幾萬 可以賺個大概十萬左右 哇厲害 是是是 除了這個麵以外 麵 他那個那個烤漆 當然就不是那麼的細緻 然後另外就是說 這錶的上面的一些印記 比如說女王頭啦 18K啦 天平秤啦 都做的不是那麼的細緻 然後這次袋子呢 那就更不用說了 老師你要好好說 我爸爸在看 這個說給他聽 實話實說 當然 所以買東西要特別的注意 但是你買十幾萬 當初應該知道 他就是乾咳的 因為如果原來 他們應該不知道 他們應該是不懂 他們就是不懂 這個我們在買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就是有關印記的部分 這邊本來是一個天平秤 結果他寫了什麼 P.I.G.E.R. 什麼意思 編號 不是 這不是編號 很抱歉 這本來就是一個怎麼樣 一個所謂的美麗的錯誤 本來應該是個天平秤 所以這支錶是港殼的 來 我們給他評估一下 價錢好不好 來 7萬元 還是人民幣對不對 不是 台幣 7萬塊是16年前的價錢 還是現在的價錢 我們把它拆開 把它當作成本來計算 一支錶心 差不多2萬 錶的這個賺圈 我們去買8000 那這個袋子 這條袋子是很便宜 相賺的 這條袋子 大概買起來也差不多 但賺是真的吧 甩拉皮 這個沒有什麼好價 甩拉皮 甩更划不來的 甩皮那種 所以 所以這條袋子跟這個殼 那7萬是不是還要再折舊 其實已經到底了 已經到底了 而且是現在的 成本價了 現在的7萬 你找不到袋子 好好留著啦